試了兩張房卡都開不到這對面 但有人跟我一起上來就行 你是不是欺負我啊 沒有 這張餅真的好棒 Testing Testing 開始啦 大家好 我是金鈴 我素顏地打開了這部相機 因為今天這個Vlog是很突發的 今個星期就是我最後一個星期住在這個Service Apartment 我本身也打算拍一個一個月後的最後感給大家 剛好最後這個星期就邀請了 陳佩欣 來了 來當做最後一個星期的Staycation 為什麼我說最後一個星期住在這裡呢 那我就沒有extend 因為其實我又不是馬上要回韓國的 我是將會又搬去另外一個地方 那到時候如果有機會我都會再介紹給大家聽 因為陳佩欣昨天來 那他應該都會 你經常說陳佩欣 陳佩欣 出去的時候他就說 好像去了日本一樣 因為旁邊有一個沙灘 真的很近酒店 然後後面又有一個山 然後一出去就覺得自己背山 連海 然後 早上有一些霧氣 就好像去了日本那些什麼什麼風呂 然後連酒店出來的那種感覺 還有他有shuttle bus去荃灣和荃灣西 然後他走這個下路 那條路 沿路的風景 真的很清幽 然後坐那程車都好像去了旅行 很容易滿足 而且這位朋友他是在荃灣工作 所以是很方便 住這裡的話 在九龍上班的人應該也很方便 環境很好 設施很齊全 那他真的好像一個酒店房 還有最好有人清潔 服務真的很好 那些人都很nice 你要說一下那些人很nice 那樣東西 前台那個 好像盧廣仲的那個 應該是 前台好像盧廣仲的stuff 我覺得他們很年輕 然後很nice 很有陽光活力 雖然已經是晚上 但也感受到很內心的陽光 因為旁邊就有個沙灘 雖然我還沒去過 但是就會有一種比較度假的 休閒的 隱世 是隱世的感覺 為什麼我沒有在這裡煮呢? 那就是因為 其實本身我煮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裡有廚房 但我一個人煮之後 我發現 我是不會用廚房的 因為如果我要煮東西吃 首先我要買很多柴米油鹽 你不買柴啊 不是啊 要買鹽 要買油 又要買炒菜 也要買蒜蓉 要買很多東西 所以我不想帶走的時候 帶一堆東西走 所以我就覺得很麻煩 所以其實我在這裡煮的東西 就只是煮到麵 因為有廚房 所以我就選這裡 但是其實我發現我不需要 第一個最大原因 第二就是 濕的很濕 不是 重點就是 很濕的 一打開門 那些空氣 好像是亞馬尚森林裡面的空氣 是啊 這裡很濕 進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第一件事 我跟我說這裡真的很濕 這個沙灘都是有水分 第一個星期真的濕到頭痛 然後我就買了很多這些吸濕的東西 其實它裝滿了水 是啊 很恐怖 剛剛我想拍給大家看 廁所 我們今天出去 經常回來 它都沒有乾 地都是濕的 實在是太恐怖了 這裡濕到 其實是這些漬 是濕到這樣 這樣啊 第三個原因 我為什麼最後這個星期會邀請Yanny過來呢 我住到某一晚的時候 就有人DM我跟我說 我們 哎呀不要說了 好害怕 我沒有聽到了 現在 我已經說了給你聽 你這裡打了 你的字出來 有人DM我 我說了一堆這樣的東西 那我收到這個DM之後 其實我按在link那裡看 但其實那個link是private了 什麼我看不到的 本身我第一晚 我收到的時候 我第一晚是有點害怕 然後我打了給朋友 但我沒有跟他說為什麼 我打給他 然後聊完一會 我也是很累了 我也是睡了 就是關了燈睡了 我就沒事的 總之我自己一向 那個磁場是不會感受到 之後都睡得很安長 那有人跟我說過一句 其實每間酒店都有的 就是看你個人的磁場 會不會剛剛感受到 就是傳說中的時雲低 就會感覺到 那他那個人就是 他經常都怪女怪氣 因為昨天他過來的時候 我進不了房 我去前台拿了一張房卡 試了兩張房卡 都開不了這堆門 是紅色燈的 因為很怪異 然後我邀請了經理上來 一起要開第三張房卡 才能開到這堆門 你說中間有一個人幫你試 都不行 我以為是自己插入 出來的技巧不夠好 然後有人送餐 即是有staff送餐 經過 我就說 要不要他試一試 然後他說真的不行 我首先想說一下 因為這裡的酒店的門 真的有時候 那個卡是會有點失靈 因為我試過 我那張卡 去過洗衣房 我也是第一次人不行的 然後我就問那個人為什麼不行 他就給我第二張 或者是其他人幫我開 他的鎖 但是第二張應該可以了吧 感覺就是為什麼兩張都不行 但是有人跟我一起上來就可以 就是 你欺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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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欺負我 我怕死 然後他自己一個人進來之後 打給我說 你在哪裡 你什麼時候回來 好像我媽媽一樣 叫車了 我回來了 然後你快點回來了 我怕 然後我感覺到他 我自己一個人在吃壽司 我不夠膽 你不住面 我就一直不停吃 可不可以在我直到第十九之前有人敲門 然後就這樣 為什麼你都會怕你 我真的很害怕 陳潘欣打給我的時候 第一句他沒有說什麼 我已經跟他說 你先開電視 因為我覺得他會有點害怕 因為我之前跟他說 所以我就叫他開電視 一起看一下奧運 但是他沒那麼害怕 這裡有很多鏡 很多反光 然後搞到我又更加容易疑神疑鬼 但是這裡好像每一樣東西都會反光 你看這個櫃裡面也有很害怕 這裡也是反光 是啊 我可以問問他 他的房間會不會看到一道紅色的光 這道紅色的光 風水上這個是一個煞 他真的是在這裡 如果突然看到那裡有個人跟你揮手會怎樣 有個穿著白色的長頭髮的女生 在那裡揮手 這個燈很漂亮 我說這樣變紅色的 有沒有看到 我看到 我看到 哇 這個燈真的不行 我真的好害怕 我突然之間 我的橋越望越恐怖 好搞笑的就是 本身我住在這裡之後拍了影片 剛剛我之前出了影片 就說我搬來service apartment 之後就有一個youtuber的朋友 就是Gicic 他應該都會拍影片 Gicic都搬進來 在我搬走那個星期 他就搬進來了 今天是來了check-in的第二天 他應該沒那麼快去洗衣房 我今天想要洗衣服 所以想突擊一下 帶他去洗衣房 這裡的三個吸濕大象 已經沾滿了水 一個月 現在第三個星期 這時候真的不行 我應該要配給一個抽濕機 抽濕機 我現在就去特集吉了 あままroom surface 啊啊啊 我正在動了 其實現在的武器 現在是她在拍的 溫柔 你自己帶了一個爐過來 是啊 帶多了一個 現在我們好像住Haul似的 現在好像帶我去Haul Tour 是啊 對 住口就是這樣 對 住口好像要自備洗衣粉 對 因為這些機器本身都有 還有一件事要注意 它有時候門關不住的時候 它不能開始 然後他們會叫我再保大力 還有這個乾衣機要教派 剛才已經迅速走完洗衣機tour 陳潘欣竟然帶了Romacue來 所以剛剛好可以四個人玩 我們會煮糖 好喝喔 你不可以組到外面的組合 你不可以組到外面的衣服 你可以再調到外面有的東西 OK 那位置不行 不要玩 剛剛搬了Party Animal App 玩瑞士臥底 真是白癡 你又說什麼 有味的 我想投你了 我決定投票... 你 有味道Merry那個 自然物品 那些自然物品 哦 我們現在去到大電視的環節 這個 這個是什麼 裸體 四個字形容人家做完運動之後 這裏整個... 我都不知道 四個字形容人家做完運動 啊 這樣啊 早安 現在是8點多早上 他要上班的日子 然後在我準備出了前兩天 我們終於要去旁邊的沙灘了 我們終於要去旁邊的沙灘了 去店裡做完直播 非常漫長的一天 今晚就是我在這裡的最後一晚 我現在什麼都還沒收拾 完全什麼都還沒收拾 碗都還沒洗 但是Yanny她今晚不會過來的 她明天早上才會過來 她會拿她的行裝 跟我一起check out 最後一天觀賞沙灘 告別這間酒店了 希望今次這個Service Apartment的體驗 都幫到大家 又或者是跟大家有些共鳴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人 可能搬家 或者家裡裝修的時候 也曾經來過這間酒店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在香港拍的Vlog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好